民眾都有跟我來反應 現在是夏季期間 如果運動公園在夏季期間是一定會有毒蛇出沒 但是它整個運動公園 我們都沒有看到一個要注意毒蛇出沒的一個景點 這即使對運動的民眾或是來這邊運動兮兮的民眾 都是一個潛在性的一個危險 那當然在這邊都會遇到一些本地的蛇 例如說龜殼花、四尾青竹師等等 這些在夏季出沒都一定是無可厚非 但是也有民眾發現到是這一個眼鏡蛇的出沒 這個就有可能是一些民間團體抓來也放 這邊我要來懇請相關的單位 針對野方眼鏡蛇這麼危險的蛇類 應該要加以勸導督導 以及防止整個公共安全的發生